本地白米供应短缺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出售 解决燃眉之急 包括指示联邦农业销售局 发骂协助捕获 为面对供应短缺的地方 发放白米 当局也已经准备就绪 随时伸出援手 联邦农业销售局总监 阿都拉西今天在槟城 出席农产品市级 签署备忘录活动之后 指出当局是在上个星期 接获政府的指示 当局将通过旗下 1400个分销和销售中心 把白米运往供应短缺的地点 其他详情将在明天 和国家稻米公司 以及稻农会面后再做宣布 实际上这并非当局 第一次把刀相助 解决统制品供应不足的问题 联邦农业销售局 也曾经在去年和淡农合作 鉴定东海岸鸡蛋供应不足 因此紧急为相关地区捕获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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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